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谈兵话为实际讨论 甚至关键发展 传出说克拉奇有可能会亲自来台湾处理这个事情 根据评媒媒体报道 两国经济与商业对话 由我外交部正跟美国国务院磋商中 只要规划好 克拉奇的访台时间最快9月就能成真 既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后 又传美国官员有望访台 虽然克拉奇布鲁阿扎尔在总统继位顺序名单之上 但他在国务院仅在庞佩奥和副国务卿必根之下 被称为国务院第三把手 主要接受经济和商业事务局 能源资源局及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的行政汇报 根据白宫公开资讯来自加州的克拉奇 目前还是美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备位行长 掌管开发中国家的金融贷款 几乎是接轨国际的重要拼图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中国届时或许又将对台对美软硬兼施 但美国近期对我释出友善讯息 又让双边贸易看见曙光 更让台美两国友好已然达到新顶峰 三连新闻前家门方伯峰 邓薇采访报道 记不记得之前阿扎尔来台的时候 我们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 蓬佩奥来你可能也不意外 那蓬佩奥是没有要来 但是我们看到国务院的次卿 他可能会来可能打头证 我们来看到的是 为什么要来呢 他率团来到台湾 这当然是还在安排当中 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一个高阶的经济对话 谈什么呢 台湾经济能源 还有美国的印太战略供应链 一定会触及到的产业 包括有半导体跟5G 但现在还在搓山过程当中 最快 如果说真的要来 有一些很多程序要去处理 最快说这个月就能够成行 好 晃哥怎么看这样一个消息 其实这个消息 我一点其实都不觉得很意外 因为其实这是美国整个大战略的一个改变 而这个改变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 像最新的这个美国外交事务的期刊 这个在美国的算是也颇有影响力的期刊 他就讲到说美国对台湾的战略 对中国的战略改成战略清晰 不可以战略模糊 那其实从前几天AIT突然解密了一个已经不是机密的机密 虽然我们没有看过那个电报本尊 总算也算是个机密 就有六项保证 其实就有很多美国的评论家就认为说 美国开始转向于战略清晰 就美国从1979年跟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 他对于美中台 尤其是两岸之间的关系比较采取战略模糊 但是他现在开始比较清晰 这个清晰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当然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就是说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跟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他慢慢的会加强跟台湾的互动关系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那这位国务院的次亲来 这两天很多人喜欢问一个问题 我们开放美租到底换到了什么 虽然我们不喜欢这种说法 因为国与国之间交往 我们不是去菜市场买东西 说这杯葱子50块我就拿50块 你给我一杯葱子 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答案 我就告诉你 那国务次亲来了 美国上一次国务院 有如此高层级的人来是什么时候 你记得吗 那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 应该是阿妹 台湾跟美国断交的时候 克里斯多福来的 就是副国务卿 副国务卿来不及参与 对 副国务卿来的 那是上一次层级如此之高的 国务院的人来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讲换到什么 我就告诉你国务次亲会来 那你不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铺牌吗 就是要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 美国猪肉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蔡英文突然睡觉起来梦到说 我们明天来开放来宣布 不是 你看他那个脉络其实非常清楚 上礼拜五我们宣布 当天晚上因为时差的关系 美国的政要们在当天晚上 从副总统Pence已降 通通在推特赞赏这个决定 然后呢 礼拜一史达伟 跟王美花部长做视讯连线 史达伟宣布这个消息 要展开台美之间 比较高阶层的经济跟贸易的对话 然后接着 他当天就宣布说 美国方面的负责人就是克拉奇 然后今天 昨天这个消息说 克拉奇可能会来台湾 那克拉奇可不可以不来台湾 可以啊 也可以用视讯 视讯OK啊 可是他为什么要来台湾 他要展现出他重视的程度 是的 因为那到时候会有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上个月才看到的 美国的政府空军的专机又飞来了 而且这次应该 搞不好还是另外一架也不一定 看他来的人多少 空军专机又飞来 又停在松山机场了 然后呢 王毅呢 华春莹呢 又要再跳脚一次 搞不好解放军呢 也会再跳脚一次 然后呢 他会来到台湾 他来到台湾 当然很多事情面对面谈 会比视讯来得更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次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包含 其实昨天AIT烧的那个 那个金 他昨天一张不是收美金 他昨天烧了四个国家的货币 烧了四个国家的 美金 日元 欧元 还有澳币 那为什么烧这四个国家货币 有网友就说 哇 这个梗来得超深 为什么呢 刚好是他们战略里面的结盟团体 他们要建的印太新的供应链 就是这四个国家 就是这四个 使用这四个国家货币的人 所以美国这次来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我们最能使得上力的 就是说在美国 要在全球准备要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 就是排除中国的供应链的时候 台湾 所以为什么王美花讲说 5G跟半导体我们一定会谈 因为这个是我们台湾 最能使得上力的 也是尤其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大概是在全球 我们讲第二没人敢讲第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对于台湾未来整个的经济转型 甚至加强台美之间的关系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如果以这个为基础 因为现在TIFA比较麻烦的是因为 他们的贸易副代表 因为现在出缺 所以没有人负责 所以TIFA一直卡在那边 那如果以这个为基础 慢慢将来远近到谈这个BTA 的话 如果真的能签成 当然速度不会那么快 如果蔡英文在2024年任期 结束前能签成 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如果能签成的话 那其他国家也会看到 美国都跟台湾签了 其他国家他也会纷纷 也说那我们也来跟台湾签 那再加上一些区域的经济组织 台湾也许有机会可以参加 所以开放美租看起来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就如同我礼拜二讲的 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人家请你到他们家的客厅 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事情了 不过以前你都在那门口 你是要用华的吗 还是透过对讲机谈 怎么进到客厅坐下来 大家面对面可以谈 有谈就有机会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用意 当然也希望这个客厅能够很快的 在本月底之前就来到台湾 经贸的下一个层次 我们从两个点来看 那么先看到的是 美国在台协会他宣布说 跟台湾的外交部经济部 还有欧洲经贸办事处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以及外贸协会 9月4号就是明天在台北 共同举办一个重组供应链 促成里面相近的伙伴之间 他很有趣的叫任性论坛 任性就是说你是那个谈性 他有任性那个论坛 那我请教慧珍 我们财经的角度来切入 这个是一件事情 比较早要发生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一次国务院的次卿 这个凯斯克拉奇 他是第三高官 然后地位仅次于国务卿 还有副国务卿 以及他组长的是经济发展 跟能源环境的部分 然后我们看到是 他曾经做过一件事情 是8月中的时候 他下一个牌 给美国的各个大学的董事 会跟他讲说 记得你要剔除中气的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一些动作方方面面 对我们经济方面 要怎么样来切入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次卿来的 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含义 在于他可以是跟台美 一个战略性整体的合作 而不是仅限于 比较经贸层级的 为什么说是整个战略性的 刚刚你有提到那个次卿 他本身负责是能源 以及经贸这一块 能源这个议题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小英政府的 未来的能源计划 是在2025年 我们用天然气发电的供电量 要占我们整体的发电量 大概五成左右 那天然气发电量 要占五成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要买那么多的天然气 才有够 在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一年可以进口 已经确定有达到 额度的进口的天然气 大概是1500万公噸 可是你知道吗 到了2025年 我们要达到天然气发电量 在50%的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进口的天然气 总共需求量 要达2500万公噸 简单来讲 现在还有1000万的缺口 那当然美国 现在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能源出口国 你现在有1000万的缺口 它当然很开心 你是未来大客户 希望来这边 来凑成一个彼此的合作 但要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能源这个部分 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中国想要来控制 不要说武力清台 它光是用经济封锁 是它最有可能来武统 或者是说来干预 我们台湾的一个最好方式 所谓的经济封锁是什么 就是我让你所有的一些 经贸船 或是天然气船 或是石油的这些船 都不可以经过这个海域 我把你封锁起来 你台积电再怎么厉害 你可以没电发来生产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经济海域的封锁 让你断电 让你整个台湾断电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 中国用这种方式 来吐吓台湾的一种 主要的一个威胁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确保台湾不断气 台湾不断电 这个就是为什么 人家会把能源这件事情 石油天然气 视为是战略资源 那现在来讲 从大概2018年开始 我们跟美国这边 长期合约 第一艘LNG的船 终于运过来了 这一艘他们在 那个路易斯安拉州 这个产完工之后 川普有去那个厂 竟然去举行一个完工典礼 川普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视 这种能源产业的 所以他在 非常开心 这个船终于可以 这个厂都已经可以运作了 8月15号 这个厂宣布落成 8月27号第一艘船 就从那个路易斯安拉州 开始经过墨西哥湾 然后弄到台湾这边来 然后到我们的永安 高雄永安 那个加气站上来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其实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在能源上 已经达略到某一种战略层级 如果说未来 美国希望我们跟他多买 我们台湾有这样的需求量 我们以前都跟卡达买 我们现在转向说 专家部分我们来跟美国买 不是就变成可以让彼此的关系 更紧密吗 第二个 如果说今天真的 中国敢在这个相关的经济海域 采取封锁行动 美国会让你这边封锁吗 我的美国的船 我要运去哪里 你谁敢给我say no 但卡达不一样 卡达他们自己不会有这个 他们还要用商船来弄 如果今天真的是美国的天然气船 要运到来台湾 哪一个国家敢出面党 如果不敢出面党 是不是也某一种程度 达到来协防来保卫 保卫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防 相关安全的这个意义存在 所以为什么 他们特别想到crutch这一次来 不仅仅是一个经贸上的对谈 因为如果纯纯是经贸 可以贸易代表署过来谈 为什么要拉到国务院 第三个成绩来 所以他要做的一个是 全面性的一个战略的合作意义 赖老师要补充 对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有关于美国和台湾发展的 这个新的经济和商务对话 实际上除了说在跟王美花的 我们经济部长王美花 跟他的讯会有提到 美国国务院他也特别为此 就发了一个新闻稿 他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他这个经济和商务对话 它里面内容包括什么东西 它有包括 包括科技 以及包括医疗制造 它的供应链 它的一个移转的问题 它有包括说投资的审议 它有包括智慧财产权权 还有包括关键基础设施 以及刚才那个慧贞 他所提到的能源上面的问题 所以说实际上来讲 它比较是一个 跟我们一般所期待 所谓台美FTA或者是贸易谈判 不一样 这是一个站在高度 经济战略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府 里面台湾有经济部 但是美国没有经济部 它有财政部 它有商务部 它有贸易代表 贸易代表对外谈 是跟别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 它商务部是美国自己国内里面 商务他们之间的这个状况 然后另外财政部 当然就财政部 但是因为美国要信奉自由经济 它觉得说每个人为自己处理就好 国家不需要帮你搞计划经济 它根本没有经济部 所以变成说 美国现在要跟其他国家 要谈所谓经济战略的问题的时候 变成就是要国务院要出来 所以说意思 当我们在讲到说 这个对话 我们现在不要管说 到底它的那个 例如说是什么几号的官员层级 到底大或怎样 或是不是部长 而是要看说 这个对话 它想要的那个解决的问题 它想去处理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内容上面 代表是说 美国现在和台湾 建立一个更高强度的 这样一个经济战略的伙伴 而且战略伙伴里面 它现在有非常大的这个重点 会往产业 产业之间 包括供应链重新调整 包括科技的重新调整 所以说我们看到像明天 美国它会跟几个国家 它会建立所谓的这个 那个在产业链 供应链上面的一个对话 然后呢 另外就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 他们有自己的 有关供应链上面的 怎么样进行调整 上面的一个对话 那另外呢 就是说美国 如果说我们记得 在上个礼拜 美国它才跟台湾 有个5G的共同宣言 以及在更之前 有提到就是说 台湾怎么样进入美国的 这个干净网路的 这样的一个构想 那实际上现在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美国会从干净网路 然后呢 干净的云端 然后甚至到那干净的 我们讲说干净的那个carrier 就是说是 它那个电信供应商 然后甚至会进行怎么样 干净的供应链 现在是整个方向 是往这个地方在进行 那在台湾这边这个对话 就是属于有关建立 这个新的 完全是所谓干净的 而且是可信任的 这样经济的那个产业圈 很重要的一环 那所以从这边来看 就像说刚才慧珍所讲的 台湾现在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进入美国的 那经济战略的 伙伴的关系里面 那所以说不管是 那个crutch他来到台湾 或者说是我们过去 或者甚至如果说 一下来不及 可能是用视讯的方式来讲 很重要一点是说 这个对话既然已经 变formalized 而且他讲说是年度的 所以说每年都会来 这不是单一的一个会议 他每年都会办 然后呢 即使是今年没有来 可能明年后年 还是会过来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他来的时候呢 我们看不要只看 除了说飞机怎样 很重要一点是说 他来台湾他会做什么事 他会到工研院 会到科学园区 然后他在这边 会拉哪些美国这边的 经济合作的伙伴 如果说我们只讲到 说FTA的时候 那只是说贸易上面的 这个协定 但是人们真的获利还不晓得 可是如果说直接是 那个经济战略伙伴 把公司直接拉过来了 一弹下来 声音就出来了 所以那个东西 比我们讲多 那个 就是我们讲FTA等等 这 他的获利是更直接 而且更明显 好 我们进一步看到 因为Vigo的总统 算是11月3号 他们会接牌吧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CNN的头版 他是这样报道 他说 华府支持台湾的立场 相当的明确 不管是谁当选 美国总统都不会改变 我进一步请教博文哥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 就是他们的这个 民调数字 这样玩来玩去 很精彩 峰回路转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昨天不是这个 美国的国防部 他发表了 中国的这个军力报告 我觉得这个索尼 没什么正常的 跟我们之前看到不太一样 他是讲说 解放军在台海部署 有超过900枚的飞弹 我们不是说 有2000枚飞弹 推准台湾吗 这手里怎么也不一样 这不管是900枚 或几千枚 美国的那边军力报告里面 它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台湾在西岸 部署的飞弹 数量非常多 所以如果中国 真的胆敢放弄攻击的话 中国也会受伤 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那个大战略 真的是180度的转变 而且他是说到 舰级履籍 主持人刚刚讲说 两天前他才公布一个 2020美国对于中国的 这个军力的评估报告 他里面提到一点 他提到说 中国在十年内 那个核弹头 增加了十倍 增加了一倍 那十年内增加一倍 表示什么 表示那已经超越 原本所谓的这种 最低的贺阻能量 显然这个穷兵独武 这个野心在线 那公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 那美国可能是透过这样 来提示说 这个区域安全要更加的稳定 所以对台的军售也要增加 但这恐怕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 最重要是美国舰级履籍 他知道公布了这个核 这个十年内增加一倍的核弹头之后 他们现在是200到十年后 会变成400枚的核弹头 对 他已经增加一倍了 所以美国立刻怎么样 立刻除了这个 不是只让寒冰而已 立刻发射一枚这个 义勇冰山形的这个 洲际弹道飞弹 这个义勇冰山形 从这个 这个加州试射 然后飞到怎么样 飞到 六千七百六十公里外的 太平洋马少尔群岛的 瓜加林环礁飞去 这表示什么 表示 我美国不是在跟你说说玩玩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武力扩张 我看在眼里 而且我有迅速 立刻阻的能力 那这个部分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很多世界 这个民主国家 跟他跟美国同盟的国家 心里吃了一个安定丸 表示说 所有的情况 美国都掌握之中 而掌握之中 不是只有评论而已 他有实际的作为 可以安定所有国家的民心 好 我有一个疑问 我请教一下赖老师 我们看到的是 说因为呢 北京当局对美国 驻中国的这个外销官 有一些涉陷 那他没有讲说 涉陷的是哪个部分 我好奇的点是说 他们 我今天是美国的大使 我在中国 我走不出去吗 那所以看到美国的 这个国务院 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讲说 你们对我们这样 那好啊 你们在美国的这些活动 我也有一些相关的限制 他有列一些具体的东西 说你要有这样的人来啊 或者是说你要去哪边啊 你要办什么活动啊 你要经过我国务院的批准 所以是怎么样的两边交锋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说那个 不管是蓬佩欧 有人讲说 不管说川普 他有没有继续连任 蓬佩欧都可能会 离开国务卿的这个位置 那目前一般的预测是说 目前他的这些动作 基本上是要设下一个 就是说基础基石就对了 到时候以后 那任何人上来 大概都不会去动摇 那这个规则就是这样在定 换句话说 你对我怎么样 我就会对你怎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如果说大家还记得 在去年不是有出现一个消息 就是说有中国的外交官 跑到这个美国的机密的 这个设施外面 在那边偷照相 然后后来被美国抓起来 那抓起来以后 那个基本上外交官 就把那个驱逐出境 驱逐为国 所以说像 那就已经变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外交官 在到处跑跑照 当然了 你跑到我的机密设施那边 去照我的东西 我没抓到你 可能是我自己防范的不够好 可是呢 我的外交官在那个地方 连续到什么新疆到西藏等等 我要去看一些人都不行 但更不要讲说 在北京那个地方 到处都受到限制 大概既然洛家辉 那个时候 那个美国驻中国大使 他就抱怨很多嘛 所以说像这种状况 那个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美国只是 现在还好而已啊 你当时对我怎么做 刚好而已 然后再像之前 不是说美国也对那中国的记者 说这些中国的记者 你现在不是自由记者了 你就是使管的一部分 因为怎么样 中国他对于美国的那记者 有很多限制嘛 那连现在这个白宫国安会的 那个国安会的副顾问 那个Matt Pollinger 他过去当记者的时候 还被中国在那边公安打过 对不对 一方奸过啊 当记者然后被公安打 对 他被他打过啊 所以说那时候你把人做的 现在人家说 他打回去吗 所以说这就是还好而已 我说现在这来讲 基本上就是说一来一往 我们讲说一切对等嘛 你对我那样 我就对你这个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 除了那个国务卿 他这样说之外 另外我是觉得 那个在昨天还是前天 那个副国务卿 他讲的另外一句话 其实很重要 就他在那个美印的那对话里面 他提到就是说美日澳印 有可能会从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慢慢发展成一个 类似亚洲的北约 但他讲亚洲目前没有北约 可是呢可能会往这个地方去想 那就给人很多的 一个想象的空间 所以现在来讲 除了说是那个美国 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之外 美国也在号召他的朋友 而且目前来讲 就是先从他的这个 四方安全对话 这个机制先出发 然后再邀其他的地方进来 那有人讲到说 以五眼来讲 日本小便第六眼 那如果说亚洲北约来讲 包括像越南 包括像南韩 甚至包括可能印尼等等 是不是都要进来 包括台湾 实际上台湾就是美国的伙伴 我们要进去会变得很顺理成章 如果真的有出现的话 好另外我们来看 是新版护照的这一个问题 其实在昨天出来之后 网路上的这个讨论蛮多的 那为什么要有新版的护照 把台湾变大 把China这个部分变得比较小 其实是因为过去造成的一些困扰 我们来看相关的案例 台湾的护照上面印这个 Republic or China 然后就带到旁边的那个 那个拘留室 今年三月音乐家出国表演 反台途中经过俄罗斯 持台湾护照 但因为China字样 被误会成中国人 被迫待在拘留室 惊魂七小时 也有民众到越南旅游 被当成中国人驱离小岛 这种案件层出不穷 如今新护照把台湾放大再放大 就是想避免这种状况 那之前就是有因为以为说 台湾我们是China的这个 中国的一个字样 做一个阻挡 就是额外查验的这个部分 旅游达人也认同 因为过去的确常有误会 如今设计大更新 但看在栏尾眼中 陈毅信第一时间发脸书 说这真的变成车轮牌 还附上车轮框当富途 崩溃到不行 陈毅真 林毅华更呛瞎民进党 心里真的这么讨厌 Republic of China这个英文字的话 不要做这种小动作 就直接修改宪法也好 或是相关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件 政府作为不能只想做他想做的 那个是人民要我们大家来做的 来到现在面对这个护照的封面 就是瞎骂 找麻烦 没有错 而且搞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 瑞伟不以为然 偏偏国民党还发声明 说不知道改版意义何在 惹来网友呛 真的是丢人现眼 新护照很棒 国民党怎么想的有很重要吗 评论酸度破表 也不难看出更改护照 凸显台湾已经是全民共识 向林全哥 德纲朱军 台北报的到 好 我们说台湾变大了 中国变小 那它有什么样因素 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刚看到的案例里面 其中有一个 比方说这个武汉肺炎 蛮严重的情况 那越南他们呢 就是你看到我们这样的脸 他们会觉得说 你讲中文啊 你就是中国人啊 他们会怕 所以呢 尤其我们这个护照上面 有写China 不管你怎么解释 真正背买你 他都搞不清楚 所以东豪哥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 我觉得很有趣的 这个网路风向 我们透过网路投票来看到 大家欢迎 是不是什么 把台湾变大了 把Republic of China变小之后 满意的人 他们理由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 满意度是 七成二是满意的 那满意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这个Republic of China变小了 他满意是一成七 设计的还不错 所谈本来没什么改变 所以这个比较少一点 但是重点很大部分的满意 七成六说 台湾变大 然后看到就心情就开了 就心情就好 那不满意的主因是什么呢 你看 有一个是说 这个是某个同温层 他说Republic of China变小 他不满意 有四成一 但是呢 有三成二的人不满意 是因为国徽怎么还在 他们觉得很火大 就是要说 这个 就是意见很多 但重点一件事情 为什么台湾变大了 China变小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过去那些案例 不是摊在眼前吗 没错 其实就是识别度的问题 我讲我自己 因为我不是一个 很常出国的例子 比如我们刚才前面 在讲捷克 我们去布拉格 像布拉格那地方 他的英文 捷克除了布拉格的英文 比较 还可以以外 他其他地方 其实比较不流行 使用英语 对 好 那你知道他们看到 Republic of China 他不是看到Republic 而是看到China 你需要花点力气解释 你不是来自于China 我是来自台湾 那你说来台湾 就是我come from Taiwan 他知道台湾在哪里吗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找 就是其实也没多久 就是2011 2012那时候 你到了欧洲某些地方 你不是到了像巴黎 不是这些 很国际化的都市的时候 你要解释China跟台湾 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知道 欧洲人不是那么喜欢 跟你讲英文 对 叫法国人生 他没有自己的自傲 我就是讲法文 英文 就好像听不懂 故意不理你 因为欧洲有自己的文明 所以你看 你看我们在前面 在讲的时候 欧洲的思维里面 一向他不愿意 去跟从美国 美国永远是跟英国 比较容易沟通 跟法国跟其他国家 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你再回来看这件事情 说当你拿一本 就是拿护照 就是要出去玩 大部分的原因 你拿这本护照出去的时候 你真的要花力气去解释 China跟台湾的差距在哪里 可是我们的国号 确实叫中华民国 所以确实叫Report of China 所以这个困扰一直都存在 好 第二个层次 你去讲 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 你会对Report of China 这件事情慢慢慢慢觉得说困扰 其实是跟中国整个崛起 是有关的 我想2021 2022那时候 我们去布拉格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游客 还没有很大量 有一些 但是还没有那么多 它很少 可是在隔了几年 从05 06以后 中国观光客就开始大量出现 但那个困扰就越来越大 那你再回来看 看台湾的整个 我们的那个情感上的 那个过程里面 什么时候你会需要区隔 就以前在更早期 2000年以前 其实这件事情 不见得是 大家一定要台湾 2000年以后 甚至某一个角度来讲 2008年以后 马英九总统的策略 就是合中策略 两岸的往来更频繁 陆克来台更多 很多东西都会造成你 最后你希望产生一点区隔 避免困扰 所以他其实 你在看这个护照 在改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理解国民党 有些人的那个反应 因为那个是 对他讲是一种失落 可是他的反应很有趣 所以他才会讲说 你干嘛不干嘛 把国会拿掉 不是你看 华春莹讲什么 民进党搞小动作 然后呢 这个国民党的前 一模一样 对 然后还有国民党的青年团的 这个 他以前是李梅珍的 近半的发言人 他想说 你们在搞小动作 难道他们有先锐过稿吗 不是 我跟你讲 你从陈于真伟员 华春莹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些 你知道他们有个 共同的矛盾点 就是他一方面又希望你把 Republic of China 那个英文要维持好 可是你如果看北京的海面 就很好笑 可是你如果去强调 Republic of China的时候 你又等于强调了两个中国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妙 华春莹的用词 这一次的用词很妙 它是说小动作 它没有我预期中的动作来得大 所以北京其实是很尴尬的 好 可是北京的尴尬你可以理解 因为它要避免一中一台 或者两个中国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为什么你也那么尴尬 刚好要用到 用到小动作这件事情 中文就叫中华民国 大大的四个字 就写在那边 英文用台湾凸显 就是跟中国做一个区隔 这个道理很简单 它不是满足每一个人 可是它对台湾的现实状况来讲 这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它其实没那么难 委员你是满意改这个新版 还是不满意 台湾变大了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到海外去旅行的时候 那大家都知道 China比较受欢迎 还是台湾比较受欢迎 当然是台湾 大家都在台湾嘛 就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我举一个例子 我去香港 那你讲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觉得 中国来的 不理你 真的不理你 说台湾来的 然后开始要夹几句 台湾威什么的 然后就亲切感就来了 就好比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今年 我去埃及的时候 那在有个海边 有家那个小山 他一听到说 台湾来的 就一直台湾台湾 就一直很开心 可是他说 China不好 他会几句中文而已 可是他就那个 那当然没有错 你说China 一般都会把你误认为说 就是中国大陆 那我们也 坦白讲 我们不希望 被人家讲为 我是大陆来的 我们都很这样 我就是台湾来的 像早期 你看台湾 拿台湾护照 多棒啊 说very rich 大家都知道你 台湾有钱 好不好的那个印象 他们一看就是 就那个嘛 那你今天 其实改这个 我是觉得说 国民党 当然反对党嘛 反对党是为反对而反对嘛 反对你执政党 就跟以前民进党一样 不管你做什么事 我都反对你嘛 我差一个话 可是有时候反对 可是有时候反对 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反对 你要反对 可以想着好一点的理由 因为你看 Republic of China 本来是在这一行嘛 他把它融入国会之后 三倍耶 给你三倍的Republic of China 还要怎么样 而且这个国会好看很多 没有 当然可以反对 比较稳啊 可是你反对 你要找出一个 比较大家能够听得下去的 你要搞小动作 又跟中共一样 你看又这样 为了这个 明明是可以得婚 又变成扣婚 就是说你又跟中共 又又又互合了 你是互合人家 人家的那个 你要讲了 讲了什么小动作 你就跟着讲小动作 没有 这叫有默契 其实 有默契 这么有默契 都没回轨 都知道 其实这个也 包括那个 你说好 那个瘦肉菌 瘦肉菌的那个 美猪要进来 其实你 国民党你要想出一套 当初 当初马英九 要开放 开放那个 美猪 美牛进来的时候 民进党反对 民进党反对很厉害 后来民进党也说谎 最近还说 当初我只要 Codex的那个 标准出来的以后 他们就没反对 Codex那个标准 是在前面的 后来在立法院的时候 表决说民进党全部投反对票 你现在告诉我 又哪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投赞人票 那那个时候 我到现在还是反对 我是有时 在国民党里面 我是自始至终都反对 受漏金 我当时有个建议 我说 我们那个美猪 我们那个猪的产能 就是我们养猪产业 570亿 差不多有90万 那个公盾 可是美猪 它只有 它只有1.1万公 1.1万吨 大概1.1% 对 只有1.1% 超不到10亿 就很少啊 对 很少啊 不到10亿嘛 你干脆 干脆送给美国 10亿好了 就说 哎呀你不要 豬肉不要来 所以你不要来 我唯一年 我送你10亿嘛 不行 那变成朝贡 不是 不是 朝贡都朝贡嘛 反正我们就是 没有 我以为你要凸显的是 那个比例真的很小 不是 比例很小 然后我们有必要 为了这个比例很小 那来造成国人这么大的不安吗 你现在想想看 那个进口猪肉 夹美猪 它说不到10亿 你现在为了要去 进口这个美猪 你要变100亿耶 100亿说什么 要补助猪龙 那也许不够 还要再加码 再100亿 没有 委员那是两回事 那个跟美猪没有关系 这不是两回事嘛 因为你就是 因为进来 100亿是为了要提升 我们猪肉的品质可以做外销 不是 你是因为美猪 你现在就因为美猪要进来嘛 你才去变100亿 我们猪肉要外销 是因为我们从口提议区除名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出口了 对 这个反正讲 我们没有瘦肉精的那个猪肉 你要外销 你看现在日本啊 日本每一年 从我们这边进口都好去 就因为我们干净嘛 你只要没有瘦肉精的猪肉的话 全世界都欢迎啊 那委员我可不可以补充 请教你一个问题 因为你已经讲到 美猪美牛这件事情 马政府开放美牛换到什么 我想要先让你答案 当初我讲 当初我也是指引马英九 我说你不要 你不要拿一件西装 去换件内裤回来 那现在也是同样 问民进党啊 你现在讲说 大家刚刚讲的 什么大战略 什么进口什么什么 那个都是在假想 你真正有得到什么 因为现在未知数嘛 你现在到底怎样 大家都有谈就有机会 可是当初也是美国也是压着马英九 要马英九说进口美猪嘛 大家才讲到 美牛啦 美牛啦 他后来美猪不敢碰了 对不是啊 他本来当时就要求 本来是猪牛要一起投资啦 那时候本来是猪牛 在他逛逛之后是 猪牛都要放 当初本来就是猪牛都要放嘛 对 他因为反弹 他又撑不住啦 所以他就说要牛 我可以讲句话 我可以讲句话 这点我感谢马总统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爱吃美国牛 你说还好他开放之后 你就吃得到了 否则真的很麻烦呢 不怕叶宇兰讲了什么变相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这样讲啦 因为当初 那个满酒 我更爱和牛 可是和牛真的太贵了 太贵了 那个油太多了 是这样哦 变美式的木 当时马英九 他比较尊重国会 他把这个决定权 交给立法院嘛 那立法院 其实立法院国民党内部 也很多人反对啊 也不是说国民党的人 全部都赞成 所以我们一直讲车 所以马英九很痛的 王金平王院长 最后那一票 被王金平投下去 反对啊 卡住了 对啊 48对48 所以你像个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的时空 各种的论述都是 国民党打脸国民党 不是啊 那是证明说 国民党跟民进党 国民党比较民主啊 国民党他都要投票啊 那不要说 他们现在 你现在 请问 当年反对 那些美术进来的 那些民进党立委 都跑到哪里去了 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 反对了还是在反对 是不是 不是啊 可是蔡英文比较专制啊 反对了还是在反对 蔡英文比较专制 他干脆就不让你立法院 没有啦 委员 你这个你又去头去尾了 没有 马政府那时候修 那时候要经过国会同意 是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 后来在修实安法的时候 把这个权力授权给 行政机关了 对行政机关 所以立法院才没办法 为什么要去修 为什么要去修掉 我们等一下让你们表达 我先让我们 那时候是国民党修的 那时候是国民党绝对多数啊 不是啊 修法真的是国民党啊 有时候真的会自己打脸自己 黄哥我请教一件事情 来 马政府开放美牛换到什么 因为国民党一直在讲之前 你到底换到什么吗 所以他们用这样子来开一个记者会 今天又开了一场 然后呢 记者问他什么 不然请教一下 那你换到什么 结果没想到 在座的人啊 真的是啊啊 这很尴尬 十秒钟过去 大家在想说到底要想什么 最后是叶玉兰开口了 他说 我们换到了和平 这个是和平对吗 这个我叶教授智慧太高了 我远远不及 就 不是啊 我是觉得当初国民党说叫他们来叮嘴 我怎么不严格执行 以前 以前我们只要稍微讲都记 怎么给你记几道啦 党记处分啦 不然就花钱啦 因为我那时候是为了这个美流 我也要记几道啦 不是 洛伟员 你要体谅他们 因为现在区域立委根本不敢出来讲话 因为他们要选票啊 现在只剩部分区能讲话啦 因为区域的要选票啊 我说一说 结果我算不定 要怎么办 因为他这样说他害得哭的 对啊 他也是害到区域的啊 在台湾当我们讲到和平跟战争 这两个字的统议词 大概就会联想到中国嘛 因为台湾的和平跟中国有关嘛 就是因为中国在威胁 不让台湾和平嘛 啊 请问 中国会生产美猪 然后美牛 然后卖给台湾吗 不会嘛 所以我不晓得叶玉兰委员 因为他今天后来讲一句话更经典 他说 如果美猪能换到FTA BTA的话 我愿意每天吃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我说这个叫学讲干在讲话啦 因为你是什么肉谁知道 我再告诉你 当年马上就要开放美牛的时候 当年的许耀昌立委 现在苗栗店长 他说我愿意吃一公克的莱克多巴胺 你有吃吗 我没有逼你要吃 吃那对身体不好 一次吃一公克 真的会出事 问题是没有必要去讲这些 就这个议题 从陈水扁2000年当总统 一直到今年2020年 他已经纠缠台湾20年了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讨论了 就是照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今天 我觉得国民党的有一些朋友 包括今天开记者 像巧新 我就觉得你是故意装不懂 还是 就是他们讲说 因为当年为什么牛猪分离 排除内脏 第一个 当年排除内脏 是指排除牛的内脏 那跟莱克多巴胺无关 那跟狂牛症有关 第二个 当年为什么牛猪分离 刚刚大家都讲了 马英九原本是牛猪被奏回货的 后来是因为反弹太大 所以他把猪肉拿掉 结果他们现在讲成说 因为顾及国人的饮食习惯 我们猪肉一年吃37公斤 每人牛肉只吃3公斤 拜托37公斤的猪肉里面 有90%是国产的 要吃到美国猪的机会 根本为乎其为 所以你如果有研究 你就知道嘛 可是国民党一直都是 吸反射和为反对而反对 那我们回到 稍后来继续来谈的是 护照这件事情 国民党反对嘛 他觉得搞小动作啊 但是呢 网友说 奇怪哦 最喜欢长国旗的 不就是国民党吗 你去打脸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回来 没讲到的 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们护照改版过很多次了 我们看到 这边有八本啊 不是不好意思 是几本 十本是不是 好 我们以前呢 是长这个样子 他没有英文 然后慢慢的加了之后 他有时候有调整一下 可能是邪体字啊 或者是字形不一样 那慢慢的 到这边之后 我们说把它融到这里面 然后把台湾放大 因为真正要知道 要负买清澈 可是呢 马英九 马前总统 他掌握话语权 他又跳出来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觉得没有必要要改版 但是我还没有看过 没有看 他就开始反对了 就是这个样子 反对 只要是 只要喜欢出国去玩的 一定都会被这个议题给困扰过 我之前有去罗马尼亚玩过 那你知道罗马尼亚 他也是那个欧盟之一 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 进入到所有的欧盟国家 我们都不需要拿签证干嘛 结果我就活生生在那个 他们罗马尼亚的那个 就是机场 他就拿着我的护照说 China China 然后就说你怎么没有那个 就是没有签证 我就说我们不需要 他说No China China 我就说我们不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我们是Republic of China 搞不清楚好吗 What is the different 我说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就是吵起来你知道吗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他说What is the different 我说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然后他就说 How many people you have 我说 It doesn't matter 我就说 吵起来你知道吗 我就说 他就说 我就后来就很生气 我都跟他说 No we are Taiwan 我有弄一个贴纸 我就说我们是台湾 他说OK Then就跟你讲说 台湾跟China 什么不一样 我就说 这意义很大 我就说这是从 对 这个半世纪以来 然后我就后来就很 我就越吵越大声 后来他们就叫他们主管来 他们主管一看的时候 Oh Green OK 就是我们是 他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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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了 原来那个海关是社盲 私潜资深有关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种事情 你真的会一劳永逸 你就给他改过来 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现在这个改造时间点 特别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之后 现在全世界对于中国 对于China 都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会 不要说其他国家 你光以美国来讲 你光以欧洲来讲 都超过六成七成的人 对于China 或是Chinese 有就是负面的印象 这种当然我们 就是不是我们乐见 但是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其实就是台湾 我们就是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还在那边 什么China Republic of China 你出去真的会被打 我今天看到这个照片 我也觉得很尴尬 捷克团来了 然后他们要下飞机了 是怎么样 China 是不是很尴尬 China Air Line 我们知道是华航 可是很多人 根本搞不清楚 完全搞不清楚 而且你就会发生说 你一直跟人家说 你一直跟人家说 你是从台湾来 那你又搭 China Air Line 所以人家就说 就觉得说 那你到底是哪一国人 你光这种事情 会搞到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 很受不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 趁这个时间点 要把我们台湾这个名义弄大 因为现在全世界 对于台湾的好感度 是非常高的 很多国家也都收到 我们赠送的口罩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拿着这个 有台湾的这个护照出去 那不是什么 什么搞动作什么 这个其实保命的 你知道吗 你要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是从台湾来了 我们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没有 不是我们散播病毒了 这个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其实现在整个台湾人里面 对于台湾这个认同度 已经高达七成以上了 那既然这个政府的这个动作 是就是让民众的一个认同度 是非常高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真的没有必要 在针对这种小事情 然后抓着历史的 你说你要中华民国 四个大字 你不是没头发 中华民国这么大 你说看没吗 所以就不理解 这到底在建议什么 好 因为国民党有意见 他们就说 你不敢正视中华民国 博文哥你来看 我们其实发现说 这个民营力量 他在领书上贴出一个 其确是让他们脸种种的 因为他想说 奇怪啊 最爱藏国旗的 不就是国民党吗 陈云霖来台的时候 国民党呢 把国旗收起来 马锡会的时候呢 国旗徽章拿掉了 然后谢龙介 大家一定记得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把那个国旗就藏到后面去 有这样一个画面 所以呢 中国国民党你好意思 你还问说ROC字眼 为什么变小了 国旗呢 你根本就不敢赶出来 所以如果你这么爱 这个Republic of China的话 拜托一下 可以去中国的时候 然后你把这个国旗拿出来 给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国民党 这个对中华民国国旗 不断的遮掩 不是只有陈云霖来 我记得那时候 那个猫熊来 团团员员来的时候 团团员员来的时候 那个沿路运送过程 国旗也车下来啊 所以真的很扯啊 其实我刚 我刚觉得 刚才慧晨讲那一段 我相信很多国人都有同感 其实他的事情 我在挪也遇过一次 只是那没有那么激动 就是说 我就跟他清楚这样 就是说我confirm Taiwan 他就OKOK 就知道 但是这种误认真的是 但是他一眼看到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对对对 China就很大嘛 那我觉得就是说 旅行文件本来就是一个 你要证明你的旅行文件 就是一个方便清晰好用 这样就好了啊 那我觉得这个 国民党很多的立委 他就讲说 你怎么把中华民国弄消失掉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立委 应该去看看眼科 你知道吗 这个护照上面那本 中华民国四个字 还是很清楚啊 他没有任何什么缩小 甚至我又觉得 是不是有放大 我感觉 感觉都还有放大中华民国四个字 有啦 因为原本的英文变成那个圈圈了 所以空间变大 那你说你说你好吧 你如果说 你要看这个英文的这个中华民国 那圈圈里面也绕了一圈啊 而且那个设计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设计也很精美 我觉得就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不要造成一些混淆 你说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华航 你看一下子 你看到China 这个就会引起 可是因为华航牵涉到这个 国际的这个识别 航运的识别码问题 所以你说我们在这个部分 要怎么怎么处理 我觉得就 是不是能够用一些 形象的标志或logo 能够设计一下 避免有那么大的混淆 尽量让它这个混淆缩小 但是我要讲 这个像华航这个部分 我们被中国吃豆腐 也不是现在 这确实啊 我们之前那个口罩 不是印到国外去吗 中国说他们送的 中国说对 说这是中国的一省 送来的这个温馨的礼物等等 那个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会不会 当然会 因为中国 中国其实后期也送了一些 原外的物资到其他各国 而且他们不是送 他们有时有些是用卖的 用卖的品质又不好 但是大家都觉得说 反正都是China 外国人根本搞不清楚 而且再加上这个中国的 大外宣这样渲染 所以我觉得 有关这个China跟台湾 这样的一个字眼 我觉得只要在合情合理的 一个范围内 方便国人使用 我认为做适度的改正 我觉得这是应该大家 没有那么 好我们再讲 国民党一直惊咬 这个美朱开放的这个议题 今天又开了一场记者会 但是大家抓到的重点就是 好啊 那你国民党要 当年你也开放了 你开放美牛 你换到什么 那叶月兰是讲说换到和平 我们不要说被他讲说断商取义 我论述一下 他讲说因为马政府 是取得一个平衡 但是今天民进党开放美猪 对岸认为我们过度跟美国靠拢 反而是挑衅的行为 说要换到什么 换到和平 你那时候不是跟美国买牛吗 那怎么 你这时候人家买猪就叫做靠拢 然后真的很奇怪 也不奇怪 因为他在乎国台办的反应 他在乎北京的反应 他只在乎那个人 所以你回过来看这个事情 就很好笑 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很妙 你开放美牛 你换到什么 当然是增加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这么简单的答案 就是促进台美之间的关系 那你促进台北人的关系 为什么 当然后面是为贸易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我以为觉得 国民党的反应很好玩 就是怎么会愣住十秒钟 很难论述 而且是很全体一致的 愣住十秒钟 本来那个记者会是要打电 而且后来没有说换到 就是因为民进党反对 而且大家全部都反对 都会有什么事 对 对